我們就只有貼跟我們回彈 反正你看我們回彈 就是要訓練就是有空位 貼人滿了就沒有 對 對 這個要做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是從小班訓練比較容易的方法 因為我們後一開始我們都是用貼卡 然後後面才讓我們依照計劃 然後他自己知道 就是他熟悉規則之後他才有辦法這樣子做 我覺得這應該是比較快便利常規的 我要拿下來變貼卡 對啊 那個要貼卡 那就好了啊 對 已經做了 對 還沒 對 還在戴 對 因為現在其實有點重頭版 我覺得也是需要制風啊 我們班想很多不睡覺 他們很會撿東西也很會貼 對 我覺得他們可以 你的照片拍一拍 然後他們就幫忙撿護費那些他們都可以做 喔 好 就把護費直接搬來 就這樣你這個孩子 就清空一區 就是小孩子睡其他地方有沒有 就這樣你把他一直交給你家 不然我們班很多很會做事不睡覺的人 好 好 好 小志工 對啊 我覺得你們可能需要一些小幫手幫忙 或是因為有代課 我覺得代課老師也都很會做這些事情 對 你可能可以建設規劃 可是會變成如果他們班的動的孩子太多 造的孩子太多了 因為一定要有一個護 然後領導力就是耗掉一個人 就是要牽著 他就是睡著他 後面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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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要把他 照著 睡去 然後叫他走做事情 那他家裏這我懶得睡是如何睡啊 我跟爸爸媽媽問一下 啊您 他就說他平常平常的睡 那妳好好的睡 你要好好睡 你說媽媽 他那間被子拿來啊 他那間要吻的那間被被子拿來 就是固定那個在睡的情緒這樣啊 他如果還是小貝貝 他如果是小貝貝 他如果是小貝貝 沒有 就賣湯 嗯 有時候我還在騎鵝 他就開始亂跳 然後小朋友就說 老師 你要看我看 然後我就跟他拚又改 黏著啊 對 沒有 我黏著他還是 我問要他還是會給我弄 這不是 這家裡也要幫忙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家裡怎麼帶啊 這年了三年耶 他今年才比較好一點 他也一對一輔導了很久 一定要看著耶 我那時候還綁安全帶 他坐的位置是要綁安全帶 有耶 我有帶那個安全座的地方坐 他很厲害 他可以屁股下的 安全座也黏在他屁股上 我之前還拿那個整理箱 就是他的位置是坐在整理箱裡面 因為他就是瘋狂奔跑的人啊 你是在在床 那你是床太慢了 你怎麼樣看林展玉給 盈龍老師追林展玉的樣子 哈哈哈 根本沒辦法追 他一頭再追回來 都沒追到 我看他追之後 他等於說他完全沒運動 沒有追到什麼 因為他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小孩的活動力很強 他體育方面超厲害 因為怡龍根本不是跑步 他只是某種疑味 其實我覺得現在就看你們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也是要做那麼多事情 太難了 所以我覺得你大概決定哪些區域是孩子 譬如兩個區好了 兩個區是孩子比較多 可以容納更多人 然後他們比較有興趣的 你先做那幾區 其他區你先放 不然你每個區都多一點 其實直接很累 對 然後又很難讓他們就深入 對 所以你可能就是先比如說 先放他們可能不需要老師指導也可以做的事情 對 然後又可以做一段時間的 對 就做什麼 像畫 刮畫那些應該就可以畫很久吧 刮畫 不是有那種黑色的 然後刮開 那個還沒開啟 那個應該可以弄很久 那個直接兩指就好 對 你也不喜歡交到什麼 就可以拿 就是給自己拿 全部拿包 有 我們翻身也是這樣 就全部刮 就跟刮刮熱一樣 對 我覺得可以放一些比較簡單 就是如果你不重點發展的區 就先放一些簡單的東西 然後他們可以持續完 然後你先去弄你 你覺得需要的 照顧 好 等人力上去 好 這樣理解 不是 OK 那不清楚 就是你做了之後 再請教兩位組長 會 那我會再幫你們嗎 關我 好 先這樣子 還有嗎 今天 好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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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一樣啦 我覺得就是 也 我覺得是人 人 不夠多 人手不足 還是人手不足 對 不是我覺得 在有 力量的狀況下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你還是要保留一點體力去 就是 跟這些孩子互動 不然你自己會很累 好 希望講完之後 今天不會累 好 OK 好